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此时此刻是美东时间的 2023年3月5号的下午 明天就周一了 很多人都会上班了 咱们今儿聊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 就是中国的政协委员戴斌 闹一大笑话 告诉说中国的护照 现在含金量越来越高了 能够免签150个国家 这边话没说完呢 那边台湾人就笑疯了 所以这是特别有意思 而且最关键是 它后面衍生出来几个政治逻辑 我觉得更有意思 所以其实把这事拿出来 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不是中国开两会吗 你知道两会时间 就是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 各种各样的人民委员 政协委员出来冒泡的时间 展现自己多么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多么的交易录精神 多么的以党国为先 那么其中有一个委员叫戴斌 他就发了这么一段讲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我国已经与150个国家 签署了护免签证协定 可以说中国护照的环境量 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 也越来越多 好 那么这段讲话 最近在网上是疯传 实际上这个讲话并不完全 还有一些边角料 总结下来有两个点很有意思 一个就是说的 他说的说中国现在已经 含金量越来越高了 和150个国家免签 我们可以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是一块是最被被吐槽的 还有一段他后面说 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国家已经把基础给我们打好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这样才能进行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他这两段话 为什么被网友们耻笑呢 被很多人嘲笑呢 那很多聪明的朋友都已经听出来了 对 因为中国这次 给自己脸上贴金贴得太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数据 首先在影片当中 他的讲话是对着广大网友说的 那么很自然呢 我们面对镜头就会把他说 那个你们代指为我们 就是我们普通的韭菜人况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实际上呢 中国的护照呢分为四类 外交护照 公务护照 普通护照和特区护照 特区护照是另外的情况 咱们后面再说 主要其实就前面三类 咱一般老百姓能接触到的 那么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是给姓赵的老爷们的 我们普通人的护照 就只能用普通护照 而我们普通的护照的 免签国是多少呢 远远没有150个 实际上中国的普通护照 仅能够免签的国家只有18个 而且这18个呢 我保证您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 咱们来念一下 好吧 运口气啊 中国的普通护照 可以免签的国家 非常的多 非常的了不起 厉害了我的国 你看他能够免签 阿联酋 巴巴多斯 巴哈马 白俄罗斯 波黑 多米尼克 厄瓜多尔 斐济 格林纳达 卡塔尔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塞尔维亚 塞舍尔 圣玛利诺 苏里南 汤加亚美尼亚 18个国家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 18个国家还少吗 18个国家你买不了吃亏 你买不了上当啊 是真多 但是呢 对吧 人比人死 货比货里扔 你看一下 人家台湾人 台湾的国家 145个 台湾人家 实打实的 免签145个国家 所以我不知道 中国的150个国家 是怎么算出来的 它是不是故意的 要在台湾的这145个上 再加5个 达到了150个 是不是好说吗 其实也不是 虽然很有洗剧效果 但咱们得实事求是 中国呢 实际上 它的外交护照 是可以达到150个 准确来说 应该是152个 最近听说是又加了两 好像是所罗门群岛 还是什么的 但是不重要 小国不重要 对 又加了两个 变成了152个 但前提是 你必须拿的是公务护照 或者是外交护照 还有一些审批才可以 否则的话 想都别想 当然呢 我一说这话呢 有些爱党爱国的同志们 就不爱听了 对吧 玻璃心碎了 谁也不舒服 谁都愿意自己的国家牛逼 但是算数得好 要儿自养 要钱自赚 有一东西靠吹牛逼是正不来的 当然这咱们先不提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他们说 说你别光拿中国大陆说事 你看着香港 对不对 你们台湾 他可能以为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也不要我 对吧 说你们台湾145个国家有什么好吹的 才全世界排名多少 35名 看看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排名全世界排名19名 秒掉你们台湾 我看完这时候 我这个真的是尴尬的 我这个鸡皮疙瘩都往下挫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就就能挠痒痒了 这个影呲啦呲啦呲啦 哎呀擦成丝了 对 这我就不明白一点啊 第一点啊 当你就是前两年 是谁把人家香港人按在地上摩擦 是谁一说香港 哎呀香港废青 对吧 是谁把香港经济搞成现在这个碎样子 还跟那吹呢 好吧 这个咱们也不算 然后再说 是一个国家免签 好像跟GDP没有什么关系 对吗 国家的免签考验的是 你这个国家人 他的综合实力 或者说在国际上的综合受欢迎程度 人们都希望那些又有礼貌 又好客 又有钱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国家 就是来到自己家里边 对吧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把这理解为 受欢迎指数没问题 但唯一的破绽和问题是 香港这么受欢迎 是接受了你们东方毛泽东的 红太阳的思想照耀所导致的吗 还是接受了你们口中所谓的 这个万恶的境外势力 邪恶的资本主义 还是因为接受了人家大英帝国的养育 才成长为今天全世界排名第19名 那毫无疑问是后者 对吗 事实上如果说再给中国 不用多了 不用说十年 再给五年 搞不好香港的很多特例 很多随着香港那些 真正的精英也好 或者是成人也好 逐渐的移民搬迁殆尽之后 很快的国际上可能不会再留给中国 在香港这样一个窗口 很多针对香港的一些特殊待遇 都可能会被取消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恰恰因为香港选择了回归 回归你中国 人家不愿意给你中国留下这么一个漏洞 仅此而已 所以但凡有点历史支持 或者但凡要点脸的人 都不会在这个时候 对吧 一个委员说错话了 那拿这个香港出来 折羞脸 然后不仅折羞脸 还要拿香港去打人家台湾人的脸 你打得着吗 对不对 人家台湾的免签国这个待遇 是人家自己正的 你香港的是靠别人的跌正的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些人你们是怎么好意思 还舔着脸出来说 还想打别人脸 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只是一个小插曲 咱们重点是说 咱们今天这几个政治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 这个委员 咱们今天说有一说一 这个委员功课做的不到位 要么是他自己不到位 要么就是说秘书不到位 平时光顾着 对吧 为人民服务了 所以导致了 他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去好好的思考 可能看了一下公众号 对吧 经常有一个公众号 中国和152个国家免签了 那看完之后 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你看我们跟152个国家免签了 你们还要不好好学习吗 那事实原因刚才咱们说了 咱们就不加赘述了 所以首先这一点 人民的委员太过辛苦了 在人民身上太过操劳了 所以他就没有关注 这个说错话 这是第一点 咱们必须要承认的 当然第二点 如果你强要给他崴这个逻辑 其实你从某种墙来讲 有点悲哀 这话题就是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其实可能已经越来越远的 不会再出现 或者将来也不会出现在 这些达官显贵 这些姓赵的老爷们的计划当中 这种情形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我想想是什么时候 春秋时期 好像是那个时候 当然可能后面还有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国家 你不管是什么 什么检举制 是吧 举荐制 还是什么三省六部制 还是什么 什么各种各样推荐 他们当时的本质的官僚体系 或者这个社会的体系 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他们都是说 在人和动物之间 就是在他们和动物之间 还隔着一个巨大的阶层 这个阶层呢 跟人类有着一样的外形 也说了一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并不被当成人看 秦师其路 天下人共诸之 他们是鹿 他们是牲畜 他们是今天有了新的名词 叫韭菜和人矿 对吧 这个族群 这种观念认识 在中国古代 是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的 这个在今天看来 是非常的反人权的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他们没有知识 实字率极低 所以本能的导致 当时的士大夫 这层看不起他们 对吧 那些举荐啊 那些那些方式 都是互相举荐 就是我们是个阶层的 士大夫阶层的 你们这些人啊 跟你说句话 都是给你脸了 那你想想 在那种社会环境下 普通人的生活 有多么凄惨 现在 这些中国的护照 对这些老爷来说 你看人家每天 吃着特工的食物 喝着特工的水 搞不好的雾霾时期 特殊的设备启动了 整个大楼 都有特工的空气 整个的空气循环系统 对吧 专门有过滤系统 都专门特工的空气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说你韭菜 能不能出国旅行 韭菜最好的工作 不就是应该 对吧 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吗 把自己养活了 然后交税 然后买房 然后生三胎 生新的人况 人家的食堂 对吧 中午一顿饭 两三块钱 有荤有素 吃的贼好 咱普通老百姓 一碗面得有二十了吧 我听我朋友说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的一碗面 才五块钱 四块钱 所以中国越来越 不把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发声的权利 他们表达自己需要的权利 把他们的生殖权利 等等 这些都控制住 剥夺了之后 他们越来越不在乎 普通老百姓的 这一个声音了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虽然说过去就已经发生了 只不过这是再一次证明了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 就跟台湾稍微有一点关系了 当然跟中国更有关系 怎么回事呢 就是中国总是一种声音 对吧 就几种声音 比如说第一个 离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第二 中国什么怎么样 实力强大了 所以中国人在海外 待遇就提高了 第三 台湾 弹丸小弟 经济水平又低 是吧 弹丸之力 你们毕竟无法长久 那其实呢 在中国历史上 包括这次这个签证事件的完美 对于中国的打脸 都证明了一个概念 那就是中国实际上 从来在国际上的地位 就没有真正的达到说 一个别说这个世界的发达水平了 就说这个世界的中等水平 这个阶梯中国从没跳出过去 而往往是 讽刺的点就是 在往往是 你中国看不起的 你中国不要的 你中国排入在国门之外的 人家却越过越好 越做越强 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我给你们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咱们在小时候教科书上 中国经常给我们讲 说租界是外国列强 侵占我们领土 这个欺压我们民众的一个罪证 这些外国人仗着租界里边 为所欲为 无恶不作 肆意欺压中国人民 更有甚者著名的那个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 也是在租界被编出来的 可是实际上 你知道租界怎么来的吗 租界是你中国人不要的呀 你们去查查历史 清朝最开始的时候 人家英国人来了 法国人来了 葡萄牙人对吧 葡萄牙人是更多更早 人家来了之后 要跟你中国做生意 你中国的很多东西 当时卖到欧洲去 确实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那么人家是希望 跟你的人民一起居住的 没有嫌弃 哪怕那时候清朝 路上没有公共厕所 有时候经常能走路 能捡到一些宝藏 是吧 但是人家愿意跟你住在一起 方便做生意吗 互同有无吗 但是是你清政府的皇上 说这帮洋人 不能跟我们人民居在一起 有大臣就说了 第一 居住在一起 引发外事纠纷之后 万一闹出点事来 我们跟洋大人不好交代 此为其一 其二一点 不能让这些洋人 学会了中国话之后 告诉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外面的花花世界 是怎么样的好 外面的船间炮力 是怎么样的强有力 对吧 你让他们知道了 这百姓不好管了 在当时中国皇上 大比一挥 欲比一挥 金口欲言 说滚 让这帮洋人 给他们单位画一个地 以后你们就只能住在这 所以当时洋人被画在那个后来被称为租界的地方 本身 我不能说一毛不拔吧 但是相当的偏远 相当的偏僻 没什么人住 才画给人家洋人 然后人家洋人 靠着自己的市场经济 靠着人家的这个自由的这种 个氛围也好 传统也罢 那加上资金的支持 人家逐渐的搭建 建立起了一个美好繁荣的一个租界之后 又被你中国很多人说成是欺压你 就怎么说都是你的礼背 所以你看到台湾也是如此 对吧 你看啊 咱们小时候接受的这个教育 都说台湾是境外式 不不不不 台湾不是境外式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是神圣不可什么玩意儿呢 不重要啊 就是神圣的这个一部分 所以呢 这个是境外势力 不让我们收复台湾 我们小时候都是接受到这个教育 可实际上呢 天天批台湾这台湾那 蒋介石的这主义那主义什么 结果人台湾越过越好 这不跟那租界是一个玩法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老说哎呀 离开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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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就要挨的啊 可现在事实证明 那么多被中国抛弃的婴孩 到了美国人家成了奥运冠军 那么弹丸之力的台湾 人家的台积电等等等等等等的 很多的包括文化的很多元素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矚目 还是那句话 落后不挨打 犯贱才挨打的 所以呢 这个签证事情本身只是个小事情 但是您看啊 它折射出来这个政治光谱 这些小的细节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好了 今天这小段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